那智慧中心建议 我们希望能够延后开学 延后开学的消息一公布 最开心的应该是那些高中以下的小朋友 学生的家长可是笑不出来 因为什么人有资格申请防疫照顾假 请防疫照顾假会不会给薪 会不会被扣奖金 可是让家长们伤透脑筋 中央流行疫情智慧中心2号决定 高中以下学校开学日 从2月11号延后两个星期 到2月25号为了应学校业后开学 这段期间内有需要家长可请防疫照顾假 以国小以下学童家长为主 雇主应该予以准假 这是今年第一次有这项措施 有需要的家长 那么可以来申请防疫照顾假 那么这部分雇主也应该予以准假 这是12岁以下的学童 家长如果亲自照顾的需求 父母可以由一人 由一人来请防疫照顾假 劳工可以一次请主14天 也可以请其中醒天 雇主一定要准假 不可以视防疫照顾假为矿工 也不可以强迫劳工用试假 或者其他的假来特别处理 雇主也不可以扣发全金奖金 结顾莫为不利的处分 如果雇主不给假 或是有扣全金奖金的状况 可依劳动金融法 工资未完全给付 罚2万到100万元 目前规定 防疫照顾假是父母其中一人可以申请 如果有某孩童的双亲 在不同单位 却都请了防疫照顾假 如果雇主抓到 其中一方的雇主可寄劳工矿值 至于劳工请假期间是否给薪 这是由各公司严议决定 因为这是防疫 延伸出来的一些 很必要的一个措施 那公司可以做一些 严育处理 那可以给薪 这个就看公司的规定怎么样